常立法师法院建造的佛教城 正德慈善严正中西医院 就是希望能帮每一位严正病患 解决严正这个贫穷病 于是在不久的将来 正德慈善严正中西医院落成淫历之后 像故事里小陈这样的病患 就能得到完善医疗照顾 平安健康的出院 小陈从小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因为环境所逼 自幼便跟随父亲进出建筑工地 认真投入工作的父亲 一忙起来常常忘了时间 对于手上的工作相当尽责仔细 丝毫不容许出任何一点差错 小陈长大以后 也跟父亲同时一样的工作 每当小陈想起父亲工作时 那对专注的眼神 就会督促自己也要对手上的一砖一瓦尽心尽力 成家之后的他 每天不停拼命地工作 希望能给女儿更好的教育环境 戒不掉抽烟喝酒的坏习惯 再加上长时间粗重的体力劳动 经常超时工作 就连吃晚饭的时间 都已经是一般人的宵夜时间了 这阵子小陈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异状 动不动就咳嗽 大动力向来很大的汤 但也却越来越长 爸爸你怎么了 这阵子咳得好严重 重去看医生好不好 不忍心看见女儿为自己担忧 又睡拨了个空 到医院去进行检查 陈先生 我必须很遗憾地说 你检查出来的结果 是肺炎 小陈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见的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脸无法置信的样子 医生见他这个模样 不忍心地摇摇头 将检查结果一张张地陈列在他眼前 陈先生 你放心 现在医疗技术如此的发达 炎症已经不是绝症 站在我的立场 建议你赶紧住院治疗 配合我们的疗程 可以控制你的病情 让炎细胞不至于往身体其他部位扩散 住院治疗 那要花上多少钱呢 一般来说呢 住院20天的费用是12万元左右 不过确实的数字还得看我们到时候药物的使用 以及病房的形式等再做计算 什么 12万 住20天病就会好了吗 陈先生 陈先生 很抱歉 这点我无法给你保证 只能说 以你目前的状况 尽早安排住院观察 才是对你有帮助的 陈立即陷入沉思 他从前没日没夜地工作下来是有一点积蓄 但他知道这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那些积蓄撑不了多久的 更何况家里少了他的经济来源 顿时就失去了支柱 那些钱很快就会用完了 到时候该怎么办 小陈神情落幕地离开医院 心里不断盘顺着 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运后 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正得慈善严正中心医院 这是什么呢 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小陈以为自己没救的时候 突然他在台北街头发现了 正得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这样一个旨在服弱济贫 救度众生 以慈善为本的基金会 在住院检查手续完成后 将小陈转送往专门治疗严正的佛教城 正得慈善严正中心医院 罹患严正的小陈 在医师细心的账户之下 气色逐渐好转 啊 法师 您来了 法师好 你身体有好一点 还好 已经没那么痛了 不过 有什么事情 说出来没关系的 法师 事不相瞒 家中全靠我一个人工作赚钱 如今 我又得了炎症 根本没有办法支付这么庞大的医疗费用啊 你不要担心钱的事情 现在应该要好好地养病才是 听到法师如此一说 小陈心里那块沉重的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长律法师 是 医生说 我常年酗酒 还有许多不正常的生活习惯 三餐不定时 压力又大 这样最容易造成炎细胞病变 又常常吃那些对身体不好的食物 油炸的 还有红肉 我怎么也想不到 那些炒菜的油 也跟引发炎症有关啊 不用担心 你身上的病 发现的时间尚早 只要多多休息 日后注意饮食习惯 戒掉烟 酒 一定能够康复的 法师 法师 爸爸的病会好吗 一定会的 不用担心 担心 我不要紧的 我的病会好的 法师 爸爸的病明天就会好吗 不会这么快 但一定会好的 你也要一起帮爸爸加油哦 嗯 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小女孩 再看看一直生怕自己的病情会拖累全家的小城 法师沉默了下来 心中涌现当初发愿建造这座佛教城的情景 这个可以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的计划 然而光靠长律法师一个人的力量去维持是不够的 这个远大的计划还需要更多人来护持 让我们一起用爱心来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真的很感谢法师您提供这么好的医疗资源 让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的在这里敬仰 您这种广大无私的爱真叫人敬佩啊 有道士师比受更有福 聪明的人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名利 物质与享受 从不关心别人的需要与痛苦 智慧的人 往往在求得名利财富后 懂得借其名利财富来不施救助他人 离苦得乐 常律法师转过头 看着其他人躺在病床上的病患 常律法师心想 来正得求助的人只是社会上的冰山一角 在许多地方 有更多的穷苦病患 正饱受严正之苦 他们多期盼有双温暖的手 可以引领他们走向光明的希望 这一次生病让我体会到 从前以为自己的身体很硬朗 不可能会生什么重大疾病 直到严正早上我的时候 那种一边要与病魔对抗 一边又得担心下一次医药费在哪里的窘境 真是令我身心俱疲啊 多亏了正得 能设身处地的为我们这些病人着想 带给我们一线生机 有水当时无水之苦 守心向下比守心向上更有福 我也要尽我的力量回馈正得 回馈其他严正患有 让他们知道 这世界还是充满爱和温暖的 嗯 你能够这样想很好 我曰 诸功德中 看病诗药 功德伟大 行作善事 并不能说发心 而是应该做的 参与任何正得志业工作 都是在为自己累造福德 为社会大众贡献一己之力 此乃功德无量 所谓的真慈悲 就是与悲伤的人同悲 与喜乐的人同乐 因是与众生共同受苦 而在苦中去救赎众生 因是与众生共同享乐 而在享乐中去度众生 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不要认识给予 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不要忘记关怀 当哪一天我们需要的时候 别人也会对我们同等对待 看着助力许久不发一言的法师 小陈接着开口说 法师 有些家庭 因为付不起庞大的医药费 选择遗弃离炎患者 信号 有了正德 否则社会上 不知道会有多少家庭 因为这样 而支离破碎 没有错 未来严正患者 只会增多 不会减少 正德慈善严正中西医院 自创办以来 免费行医救人至今二十多年 看诊 一律免过号费 免健保卡 免赐付额 这也是我所坚持 慈善既是理念的持续落实 与延伸 然而 面对如此巨额的支出 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够的 一个人得了严正 全家人跟着得到精神上的严正 有多少人像小陈一样的幸运 又有多少人能得到完善的治疗 佛在《泛网经》中说 若是佛的弟子 见到生命的人 我们都要无为不至地照顾 就像是供养佛一般 佛教成的概念 不知能救度多少众生 若为解脱故 明文立养 我愿舍 若为度众故 冰山火海 我愿入 若为红法故 千山万里 我愿行 若为成佛故 千辛万苦 我愿受 只要每天省下十元菜钱 若是能力允许 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均线 进阶成为建院荣誉委员 建院荣誉董事 如此可以成就一家旧人祭事的 正德慈善严正中西医院 立人立己 我们何愿而不为呢 我们何愿而不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